上個月底長臺凱米來襲 也造成了有三艘貨輪擱淺在屏東海岸 那麼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趕快趁著這個農曆十五滿潮之際 希望可以把擱淺在大鵬灣的吉納輪 趕快脫離 好 畫面中我們帶你來看 這個重型機具是靠近擱淺在大鵬灣的貨輪 不斷的來挖掘這個船身下的沙土 要利用這幾天天文大潮 將這個龐然大物貨輪趕快脫離岸邊 那麼整個過程也吸引了不少人圍觀 事實上吉納輪是在當時凱米颱風來襲的時候 擱淺在屏東的大鵬灣 那麼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天的時間 好在趕快由拖船配合潮汐 成功的脫離擱淺區了 但是預估如果要全部完成清楚 恐怕要到今年年底